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卉谁说这句话 记得了 但是这句话觉得非常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但是无论如何 现实还是非常坚硬的 也就是说大家必须要 打起奋斗的精神 投入到这个新的一年的 这个工作当中 但是呢 我们还是带有一点 这种过节的这种余味 让我们再来品味一下 跟休闲相关的 或者是说 跟我们这个过年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加相关的一些意义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杨卉 一起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当然也是非常遥远的地方 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 冬季的蒙景来 阳光明媚 温暖如春 这个位于中缅边境的戴族村寨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一百一十多户人家 在这里繁衍生息 戴家寨子特别美 高大的菩提树下 翠竹眼映之中 隐约可见戴家竹楼的小巧竹岩 玉婴的家就在村子中央 柱子都是四四方方形的 防毒蛇 防那些蛇犯法 然后它是这样双叉结构的 不用钉子 这样的话地震来临的时候 就不用遇到它 走进竹楼 就好像走进戴家的历史和文化 西双版纳盛产竹子 逮家人就地取材建造竹楼 房屋分为上下两层 下层高约七八尺 四周没有遮拦 二楼住人既可以避免潮湿 也可以远离地面的热气 这样的构造 蕴含了歹族的建筑智慧 近年来 大多数竹楼改用木材建造 屋顶也改成木板或瓦顶 更加坚固耐用 按照歹家规矩 进入竹楼之前 要把鞋拖在门外 歹家的卧室 被认为是房屋守护神居住的地方 不允许外人参观 此外 结构简单的竹楼里 还藏着很多古老的寓意 这棵是我们歹族 每家里面都有的一棵吉祥柱 这棵吉祥柱的话 外面来的客人 就可以来参观了歹家的时候 就可以摸一摸 保吉祥保平安 因为上面有我们歹族的 德高望重的大佛爷 给我们写好了这些 这些布条 这些经文 就是保吉祥的意思啊 杨慧你看 还在上海这个非常阴湿 寒冷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中 看到那边是如此的 这样的一个阳光 还有如此这样的一种绿色 真的是非常羡慕啊 那边的气候非常舒服 对 当时在那边 刚刚到达西双版纳 一下飞机我就觉得 是进入了春天的感觉 那个地方它的西双版纳 它的地理位置呢 是在这个北回归线以内 就是太阳可以直射到的 一个地方 然后它的年平均气温 是在18到22度之间 就是还是比较温暖的 然后它最冷的月和最热的月的温差 也是比较小 大概在10度以内 然后它那个地方的气候 是属于这个热带季与灵气候 就是一年分为这个干湿两季 它的这个雨季呢 是从5月份到9月份 然后旱季是从10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 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基本上没有降雨 然后就是阳光也是非常的充足 所以那个地方也成为了 现在的一个很热门的旅游景点 对 一直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旅游景点 我看到了这个村寨的整个的全景 在镜头上看还是非常漂亮的 那么在实地的这种行走的过程 和游览过程当中 是不是体会会更深一点 确实景色是非常的美 在当地 比如说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就感觉到好像已经是在一个 抑郁的一个地方 好像就有那种东南亚的那种抑郁风情 而且歹族我记得好像 他们有他们自己传统的这个节日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你是春节前西去的 是不是 对 所以那地方感受不到迎接春节的这种气氛 对的 他们歹族人呢 基本上是不过我们这个汉族的春节的 他们春节期间现在也会放假休假 但是对他们来说更隆重的这个春节 还是他们就是歹历的新年 歹历新年是每年大概在四五月份这个样子 然后今年呢是在四月份 也就是说也就是大家很熟知的泼水节 也就是那个时候 看到它这个房子的结构的时候 我是觉得很面熟的 因为我知道在一些亚热带和热带的这样的一些地区 农民家的房子大概都是这样的结构 也就是说下面这一层的这个高度六七米 主要是牲畜的家 对 但是那边好像现在虽然高度还有 但是已经不再是为牲畜而准备的了 对 这样的一个结构叫做甘蓝结构 就是甘是那个甘湿的甘 蓝是这个就是灯火蓝山的这个蓝 这样一个结构就是说下层是就是柱子 支撑起来下层是空的 然后第二层才是主人生活的地方 像这样一个甘蓝结构 就是不只是在这个西双版纳 就是在湘西啊 然后重庆啊 贵州这样的一些地方 也有这种吊脚楼 对对对很多 对 像这样的建筑主要是就是说 它可以防止潮湿 这样子的话 在二楼就不会有潮湿了 然后在热的 特别热的时候 也会这个暑气跟就是主人生活的区域 和地面蒸上来的这种暑气 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是夏天会比较的凉爽 那这还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对 对 那在以前呢 这个傣族的一楼主要是用来养 饲养这个牲畜 还有就是堆放杂物用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是二楼可能会不可避免的 会有一些异味什么的 但是现在随着他们这个经济的发展 就是他们当地主要是发展旅游业嘛 所以说很多人家的一楼 已经不是用作养这个牲畜的了 就比如说刚刚片子里这个运印家里 他们一楼就是用来做一个造纸的工坊 就是用来贩卖一些商品啊 然后游客参观展示的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其他的有些居民人家 就是做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生意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传统记忆展示 然后还有的把一楼作为一个车库 成了门面店和车库之用了 那么二楼其实就是说 这个家里的主要的包括他的这个客厅 包括卧室都是在二楼 对就竹楼里的这个结构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二楼也就只是分为堂屋和卧室 堂屋就是我们知道的客厅 就是卧室和客厅 然后他们以前呢 这个卧室是卧室和客厅之间 都是用蚊帐隔开的 就是一层布啊 对对对 然后老年人就会 老年人的房间就会用 比较深色的这个文章 然后年轻人呢 就会用比较浅一些的 色彩比较鲜艳一些的 明快一点 对然后现在是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 还有就是民族间的融合和交流的加强 然后他们在房屋结构上 也有了很大的一个改 很大的一个改变 比如说现在他们之间的那个墙 都是用木板或者是一些水泥啊 砖瓦什么的这样的去间隔的 其实这对于这个消防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全保障 我记得我去那些地方的时候 还记得他们会在上面有一个小阁楼 他们没有吗 带租人家有没有上层的一个阁楼 没有 现在他们这个房子在改进之后 就是很多人家已经就是把这个 没有这个传统了 而且之前的这个竹楼就是 你在上了二楼之后 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火堂 就是中间会生一堆火 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现在就是因为他们很多人家里也有了空调啊 或者什么的 这个东西也没有了 而且刚才在这个片子当中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我们在这个建筑当中 非常具有中国的这个古代建筑智慧的 就是那个损帽结构 在它那个地方就如此轻易地保留下来 不使用任何的这种金属的钉子 之类的把它们给结合起来 对 他们这个竹楼主要还是用的就是穿插结构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损帽结构 然后他们是不是用这个钉子作为连接 是通过两个部件之间 本来的一些结构上的特点 然后自然的咬合在一起 就这样子的建筑也会比较的牢固 然后他们当地人告诉我 就是他们那边其实也处于一个这个地壳运动 比较激烈的这么一个地带 然后经常有时候会有一些轻微的地震什么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结构也是可以防震的 而且家家户户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面积大小也是差不多的 对 他们这个建筑的在这个基本实际上上面 是都保持了这个传统的一个样式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特别重要 就是说这个家还是以传统的这样的一些风格 包括一些传统的这样的一些信念 保留下来 包括刚才在片子中说的那个家里的 像是门神柱一样的那个东西 是一个庇护的 吉祥柱 一个吉祥柱 吉祥柱 然后还有我们看到的是这根吉祥柱 然后还有一根特别重要的柱子 是我们看不到的 那根柱子是在他们家主人的卧室里面 就是歹族人家就是还是挺热情好客的 他会带你在屋子里到处参观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绝对不会带你去的 那就是他们的卧室 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根柱子的存在 那根柱子呢是在叫家神 家就是人家庭的这个家 他们说就是歹族人根据他们的信仰 他们是信仰这个南传佛教的 然后在根据他们的信仰 就是万事万物都是有灵的 然后一个家庭的守护神 就寄居在这个家神柱上面 对然后这根柱子呢 就是据说上面会有包有白布 然后还有一些植物什么的 就是比如说医护人家 有人去世之后会靠在这个柱子上 进行这个清洗这个遗体啊什么的 所以说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 就是寄予了一个家庭的守护神的这么一根柱子 如果被外人看到的话是非常的不吉利的 所以说他们的卧室不让外人参观 所以有一段时间 包括这些年来吧 我们都在去寻找中国的神话 我有时候在说 其实中国很多神话的根源 其实都留在少数民族那里 他们对于这种自然 包括对于动物的这种崇拜的这种天然感 其实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消逝 反而就像你所说的 保留的更加的好 即便我是一个旅游的场所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些禁忌 依然还是非常坚持 然后这样保持下去啊 你刚才说他们家非常热情啊 歹族人也是非常的热情好客 可是我却看不到任何的男人 难道他的男主人不出来热情一下吗 就是歹族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传统 他们是带一点这个母系社会的色彩的 就是在一个家庭里边 基本上是女主外男主内 就是外面对外的一些事物什么 主要就是家庭的女性来操心 母系社会时代 当时能够之所以成为母系最重要的 就是说有很多的活一是由女性完成 第二个还掌握着非常重要 就是我能生孩子 人多是力量大 所以这是母系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那么歹族为什么还保有这样的一种特性呢 对 因为他们这个就是母系社会的这个色彩 就是在他们那边一直是延续下来的 比如说在这个嫁娶方面 他们那边都是就是女娶男嫁 就是男的入赘到女方家里 然后还有一个 之前还有一个传统是男的就是结婚 就是入赘之后呢 首先要干三年的苦力活 比如说种田啊 然后去割胶 割那个橡胶啊 然后打制这个银饰啊什么的 但是三年之后呢 就是地位平等了 可以轻松的就是在家里操持一些家务 然后外面的活主要就是女性来承担 这比一些大男子主义的地方好一点 对 他们那边是没有大男子主义的 那小孩子生下来以后会跟谁姓呢 小孩的姓呢 他们那边性别也是比较简单 就是像女性的话 绝大多数女性都是姓玉 就是玉印刚片子玉印玉石的那个玉 所以说你在外面见到一个歹族姑娘 你叫她小玉的话是应该是没有错的 对对对 然后男性的话姓是也比较单一 是这个岩石的岩字 岩石的岩字 在他们那边读癌 就白血癌癌的那个癌 然后基本上就后面再添一个或者是两个字 然后就成为了她继续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对 然后这个名字主要也是通过 根据这个待遇来起的 只要我觉得不管是以这种母系社会的这种呈现 还是说以男主外女主内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的家庭组合 只要是和谐和幸福的 我们觉得都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 你觉得那男人有怨言吗 我看来还挺和谐的 还是很和谐的是不是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跟随着这个杨慧的这个镜头 继续深入走入歹族的家庭 和主楼文化同样历史悠久的 还有玉婴家世代相传的一门手艺 把构树皮倒成纸浆之后 玉扁将一定量的树浆倒入水槽搅拌均匀 然后用沙网捞纸 动作娴熟 一气呵成 纸浆晒干之后 一张纸就算制作完成了 这种造纸记忆和东汉时期的 蔡伦造纸术十分相似 堪称古代造纸术的活化石 2006年 歹族构皮手工造纸记忆 被纳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路 这种纸它跟外面的纸不同的话 就是它比较粗糙厚 但是它经久耐用 不会腐烂 不会重铸 保留的时间比较长久 像我们寺庙里面 藏经阁里面 长留的几百年的 都有这种纸张的 傍晚 夕阳夕下 育婴开始准备晚饭 材料全部是就地取材 这个是用名字 名字就是松树 松树上面拿下来的那种 可以直接烧口的 做我们歹族的番茄酱 歹族叫南蜜 可以直接用糯米饭这样的吃 也可以烧牛皮猪皮这样的吃 不变的是文化的内核 变化的是歹家人的生活 2010年 蒙景来被评定为 云南省首批50个乡村旅游特色村 2013年被中国文化保护基金会授予 中国歹族文化保护传承示范基地称号 育婴家的一楼 以前是饲养牲畜的场所 现在被改成造纸工坊 既用于纸张 及其衍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也供游客参观体验 以前的话呢 就是落后 主要都是以种水稻为主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开发理由了以后 经济条件改善的也是比以前好多了 老百姓就做点小生意啊 有些有文化等等 可以在家里面工作啊 五步一楼 十步一格 古朴别致 流光溢彩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竹楼也被修建得愈发美观气派 改历新年和农历相差很大 今年是在四月间 不过每年春节 这里都是热门旅游地 程序传统迎接盛世 历经千年的歹家村寨 正在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我们看到不光是这个家的 这个建筑的形式 家里的一些摆设 还是在尊重传统的这样一个精神之下 来完成整个家的一些的地方的改造 很多的传统 其实在这个家里就一直留下来了 我看他那个生活 是不是 然后吃的那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对 他们家那个就做饭的那个过程 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是取自于大自然 他做饭的食材啊 包括生活做饭的东西啊 都是从那个自然界直接取过来的 其实他们家也有这个煤气炉什么的 这些现代的一些厨具也都有 但是他们歹族人就是习惯于 还是用自己的土法去做饭 比如说他们做饭用的那个名字 叫松明子 其实它是松树和一些木质融合 产生的一种物质 就是直接可以拿来做燃料 而且据说用那个就是做燃料 做出来的这个饭会有一种特殊的一种香气 你在现场有没有品尝一下 他做的那个南咪 就是那个歹族的番茄酱 我是尝过了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就是很开味 因为他那个是拿这个番茄和辣椒 把它们烤熟了之后做的一种酱料 然后里面还加了一些什么柠檬汁啊 然后一些蔬菜什么的 就是吃的还挺开味的 而且据说里面含的维C特别丰富 还有美容的这样一个功效 不过让我感觉就比较奇怪 就这个地方成为旅游景点 一个热门的旅游地 也有一段时间了是吗 他们是怎么能够保持住 自己这样的一些传统不改变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旅游就是一场革命啊 最终会走到哪里 都会把任何的再具有自然 或者是古朴气息的这样一个地方 沾染上非常浓郁的这个商业的这个气息 对因为这个蒙景莱 它是作为这个中缅之间 就是距离最近的这么一个寨子 有这个中缅第一寨之称 所以它的旅游业发展也是很早 就是我们现在去的这个蒙景莱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旅游业发展的 一些商业气息 你比如说它这个房子呀 就是以前可能都是原汁原味的这种竹楼 然后现在都是木头呀 或者是砖瓦呀 这样的一些房子 然后里面就是被开发成 就是各家几乎都有自己的一个商业项目 就像民居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 像那个民宿什么的 比如说玉印家里 它就是造纸是作为它家的一个 现在也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卖点吧 然后另外就是他们家有时候 比如说一些电视台录制节目什么的 录制一些娱乐节目的时候 也会把那个地方作为外景地什么的 就是能看到 随处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商业气息 这个肯定是有的 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跟歹族人他自身的这个个性也有关 就是歹族人他们就是比较的 比较安土重迁 然后比较就是依恋自己的故土 就是热爱自己的传统 你说他们现在其实交通也挺方便的 就是他们去 他们就是如果到一些大都市去的话 去找工作什么的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他们那边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出去 因为他们就是特别依恋自己的故土 就是依恋自己的这些传统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他们这种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性格特性 也是这个传统在他们那边能够有比较好的 一个保存一个流传的一个原因 但是在画面当中我看出现一些人物 好像也是缺少一些年轻的赚劳力 他们村子基本上都不出去打工吗 也有的就比较少 就是留在自己的这个家庭里 对我们画面里面呈现的可能年轻人不是特别多 但实际上我们在那边的时候 接触的年轻人还是蛮多的 比如说接待我们的这个导游 他就是当地的一位年轻人 他们当地很多这样子的 就是年轻人然后比较有文化的 就会在当地做一些旅游管理 然后导游导游接待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工作 而且郁英我看他也是见多识广 经常接待一些这个外来的 包括你刚才跟我说的一些外来的剧组 都会住在他家里 那他如何看待这个旅游之后 给他整个的这个家庭生活带来的这个变化呢 也就是说把家对外开放之后 然后赋予起来 家成为了他的家的一部分 同时也成为他这个经济创收的一部分 他对这一点其实还是蛮开心的 因为他们家以前就是唯一的经济来源 就是种植水稻 然后另外就是造纸方面 会有一些少许的一些经济来源 然后现在开发旅游之后 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就是经济的这个收入渠道比以前多得多了 而且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所以说他们就是对这一点还是很开心的 而且那个地方的这个少数民族 就是他们虽然是特别的依恋自己的故土 但是就是性格上还是蛮 就是还蛮开朗的 就是也比较愿意跟一些外人打交道 对一些外来的客人什么的也挺热情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少数民族的这个家 他们平常的家庭生活气氛怎么样 有没有 因为你在那采访时间毕竟也还是短 但是有没有体会或者体验到呢 他们平时家庭生活 就是在这个游客来人不是很多的时候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宁静的一个小站 他们家里的人每天也都是各司其职 就是做饭的做饭 然后去那个务农的务农 然后就打理这个造纸的这个产业的就管这方面 然后带孩子的带孩子 就是还蛮各司其职的 既传统还保留了一些这种田园的这种生活 对而且他们当地就是那样一个小镇 就是当地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熟人社会吧 就是各家之间彼此都非常的熟络 比如说我们去的那两天 他们当地刚好有一户人家就是新建了房子 他们那边说叫上新房 然后就是他们这个蒙井来寨子里的所有人 都去他们家喝喜了 然后他们家那个不是有摆了那个上新房 就摆了一个那个流水宴嘛 就是你每家谁都可以自己去吃 摆几天 有的要摆三四天 你知道哈尼族他们有一个习俗 就是摆桌宴长桌叫做长桌宴 就在丰收的那几天里 整个村子里就摆上桌子 家家户户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每天大家都吃 我记得大概是吃三天还是五天还是七天 今年春晚好像还有了那个 还有了那个在贵州的那个 还有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还是有这样的一种非常浓浓的亲情 那个确实是比较壮观 然后他们这边的这个上新房呢 可能规模没有那么大 可能就是一两天这个样子 但是确实整个寨子里的人都会去 然后我们当时接待我们那个导游 就是接待我们这一波之后 然后就跟我说 他说他要去上新房去了 然后就赶忙着就过去了 然后他们上新房的时候也会就是 每家会包一个红包 就是想送些贺礼 但这个红包就是主要还是一个 主要还是体现你自己的一个心意吧 我问了一下他们就说 大概红包里包多少钱 然后他告诉我 就说包个一二十块钱就行了 没有这种送礼的这种人情上的负担 只有人情上的这样的一些温暖 而且尤其是看到玉影在烧炉子的时候 我就在想 现在这个社会又见炊烟的地方太少了 对 所以这是有人间的这种烟火 所以你在那采访几天回来之后 有什么感受 就觉得那边就是真的是一个 就是其实还挺留恋那边的 就是第一就是首先是气候特别的温暖 温度啊 这个温度 温度对 然后感觉到了一些就是跟平时大都市里 不一样的这种抑郁风情 然后就是了解了很多的这个民俗上的民俗文化 就也挺长见识的 这就是少数民族风情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感受 可能我们住在大城市 钢筋水泥 不一定有那样的一些自然的这样的一些景色 可能也不太会有这种浓浓的村子里的这种 邻里的这种亲情 但毕竟还是一个家的感受 家的温暖 所以保持家庭的温度 应该是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完成 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个心愿 我也知道你在这个春节期间呢 也是参与了一个关于回家的这样的一个采访 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家的这样的一种召唤 是监狱里的一些犯人可以走上回家之路 对 就是上海市近年有十名复兴人员 就是获转是离开监狱回家去过年 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多少年没有回家过过年了 就是他们多的 就是甚至就是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没有回过家 那情景肯定很感人 对 就是因为他们那些 就是获得批准回家过年的那些复兴人员 基本上还是家庭状况比较稳定的 平时去亲人去探望比较多的 这样的才会有这样一个回家过年的一个资格 但是他们平时就是接见日的时候 就哪怕是每个月都见面 但是那个跟这个回家过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都是隔着一层玻璃 然后用打电话的形式进行对话 然后他们跟家人之间是没有这个肢体接触的 所以我观察到就是他们在进了家人之后 就首先是会拥抱 然后会转着这个亲人的手 就是迟迟不愿意松开 像这样一种肢体上的有温度的接触 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对 这个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归途啊 那么他们在家里会待多久呢 然后会不会有一些 比如说会委派社区 或者是其他的附近的民警 对他们进行某些的这个监视啊 或者是某些的有要求啊 你必须要来到这边来做一些汇报啊 之类的 他们这个就是在回家之前 就在回家之后会到当地 这边属地的派出所进行一个报道 然后报道之后呢 就是每天会打电话跟监狱汇报一下自己的行程 然后其他时候基本上还是挺自由的 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说 他们手上会戴一块看起来像电子手表的东西 它实际上是一个监控手环 就是它是一个GPS的一个定位系统 就说如果你就是违反了要求 比如说你跑到上海以外的地方去了 然后后台就会收到警报 或者说你私自把那个手环拆了卸了 或者是没有及时充电的话 后台都会收到警报 这样子的话监狱就会马上联系到这个复兴人员 如果联系不上的话 他们就会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他们会在家里待几天呢 他们是从年三十出来 然后是初四回去 初四回去大概在每天的时间 其实满打满算就三天 都是人家的这个感觉 都是人家的这个感觉 都是人家的这个感觉